今天追蹤第一線,我們線上邀請到的是天下雜誌資深副總竹筆王一枝,一枝好 一枝我們要請教的是1997年之後出生的叫做Z世代,所以已經有超過150萬人進入職場 那最新一期的天下雜誌我們也看到,我們要探討就是如何跟Z世代來共事 那Z世代族群追求是工作生活要平衡,而且對於工時跟福利都很敢要求 主管在管理上面應該要注信哪些要點的意志 首先,上對下命令式的管理已經不管用 要把員工當成夥伴,不要讓他們聽你,要讓他們挺你 立世代很在乎自己的感受,只做他們自己有興趣的事 一旦興趣能和工作結合,就會有動力跟責任感,權力以赴 所以呢,現在主管不能只有加薪、升遷 你要讓他理解公司的理念,試著跟他個人的夢想結合 才能讓Z世代有歸屬感 再來呢,主管要授權,不要過度干涉 也要讓Z世代放心提問,並且給他們所需的資源和犯錯空間 事後呢,最重要的是要針對成果,給予Z世代有價值的回饋 好,另外主機總處最新的統計是台灣2023年下半年的職缺率是來到5.42 這創下了一個歷史新高,所以也讓Z世代掌握了供需的一個有力的高點 更勇敢的勇於表達自我,我們要請教一支的是 您的了解是什麼樣子的背景因素造就Z世代的族群,有這樣的心態呢? Z世代他們是數位原生的第一代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郵票,也沒有用過傳真機跟電話 他們跟Google同一年出生,跟智慧型手機一起成長 所以他們非常擅長從電子產品去獲取資源 然後習慣利用線上資源自主學習 那Z世代同時他們也是廢除聯考的第一代 禁止體罰的第一代 老師呢,他允許學生辯解 回到家裡呢,父母也願意傾聽 然後尊重他們的意見 接到任務呢,不在意內容 他們Z世代第一件事情就是 問你為什麼要做 因為他們從小到大都是被好好的解釋溝通 他們會想知道你的任務 是不是符合他們的價值 而且呢,Z世代他們成長於總統直選後的民主原生世代 他們非常在意平等,要求被尊重 所以現在的職場主管要試著要尊重他們這一代的Z世代 好,確實有不同的思考方式 那這一次一支也採訪了一間非典型的日商 他們沒有嚴謹的上對下關係 那上班是不用穿正式服裝 彈性工作的氣氛也吸引蠻多年輕人加入 那這間日商的新型管理模式 到底有哪些特別地方呢 可以讓其他企業來借進嗎 我們請一支再為大家說明 首先,他們的主管跟員工 不是上對下的職級關係 而是地位相當的夥伴 主管他只是讓公司的運作更順利 他們雙方在溝通的時候講求平等 不預設立場 即使主管要分派任務給員工 他們都要找員工好好的討論 而且員工也有拒絕的權利 他們同時也公開每季各部門的財務數字 連實習生都看得到 他們鼓勵員工不要私訊 而是在溝通平台群組上面公開討論 讓員工增加對公司的信任感 而且他們還成立一個all troubles的群組 鼓勵員工寫下工作失誤的前因後果 之後應該怎麼樣避免再犯 讓全公司都能學習 通常主管也都會給予稱讚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他們的一級主管 他們都有寫自己的使用說明書 讓新人不用摸索 也可以抓住跟與主管共識的美感 對於衛生物表現 對於衛生物表現 有一個很大的封面 在醫院上 從醫院上 那些水 對於衛生物 會被給予